脸书社团报废公社 有一名网友po出了照片 他分享他小学二年级的孩子 练习写作文 就在这边 大家有看清楚吗 直接内容夹夹的注音 他写说 我的妈妈很胖 我希望妈妈去参加相扑比赛 这样妈妈就会是冠军 然后给我很多钱 给我买玩具 这个po文一出之后 网友笑翻了 这个妈妈也是三条线 妈妈也开玩笑 他说我的爱的小手 已经准备好了 好 真是逗乐网友 但是也有网友说 小朋友就是敢说实话 好 提供给您 另外端午廉假今天最后一天 但是遇上了疫情爆发 不知道你有没有出门走一走 很多民众 其实不敢往这个市区 人多的地方去跑 那为了避开人群 很多人选择到郊区 去走一走逛一逛 像是在彰化芳苑的海牛体验 超级夯 除了能够搭支了 传统的牛车 还能够体验去采科 另外他还可以到海空步道 去观赏一些美景 当地业者指出了 受到疫情影响 近期团客减少了 不过小家庭的观光客 反倒增加了 好几名游客搭牛车 往朝间带方向而去 欣赏美景之余 还能体验在磕田中采科 端午廉假游客不往鹿港市区走 该到郊区旅游避开人群 彰化芳苑的海牛体验 成为家庭客的首选 除了坐牛车 在海空步道 更能观赏美景 业者指出自从疫情爆发后 虽然团客减少 但家庭客反倒增加 近几天气候多变化 南投则是有机会看到彩虹 大雨过后 色泽鲜艳的彩虹 高挂在半空中 光是一个星期内 南投各地五天里 有四天出现彩虹 堪称彩虹的故乡 毕竟壮观的彩虹 并非四处可见 民众除了防疫 把握廉假最后一天 到郊区体验 不同的感受 香港资深偶像团像团体 草猛的成员苏之威 她跟她的明星妻子刘小慧 两人结婚将近二十四年了 夫妻两热爱毛小孩 最近遛狗同时 他们也开直播卖货 而她的太太刘小辉 她透露了 会使用所谓的超声波屈狗气 赶走街上的土狗 虽然女方强调说 这种音频不会伤害狗 但是这种行为 引发了大批网友炮轰 直呼任何品种都一样 没有分等级 事后刘小辉发现自己闯祸了 赶快发文道歉 不过仍然没有办法平息网友怒火 上个月11号下午 新北市领口警分局 25岁的女警 她驾驶了警用的巡逻车 疑似是恍神 所以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宾室 还有特斯拉 跟一台计程车 并造成警车翻覆 遭到波及的三辆新车 总价就超过了400万元 事后受害车主贴文抱怨 他们抱怨说这个肇事的女警跟林口分局消极处理 而且这个女警根本没有道歉 只想用理赔金额50万元赔偿三辆车 控诉分局白烂不理 对此林口分局表示了 其实远景有积极处理当中 绝对没有消极摆烂 而且他们还强调 明天将赴林口区的公所调节委员会 来协调 希望绝对会负责到底 最先消息来关注了 台南市归人区高铁桥下 今天中午发生了救护车 跟一辆轿车擦撞 造成了救护车的侧翻 车上两名的救护员手部受伤 轿车的女乘客脸部擦错伤 三人都轻伤送医 台南市消防局指出了 任德分队救护车拒报出勤 没有想到要执行所谓的疾病救护案 在前往现场途中 跟轿车发生了擦撞 救护车侧翻造成了三人受伤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 目前看起来中南部的疫情 也逐渐进入了高峰期了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县市 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了 不过来看到原本是好意 却爆发了冲突 在台中建国市场人潮众多 担心会有染疫风险 因此市府要发给每个摊商 各两季的快筛 没想到却爆发了乱象 有摊商的男员工 不只没有戴口罩 还在上班期间他在喝啤酒 不遵守防疫规定 市场管理员上前去劝导他 男子不肯配合 还拿安全帽砸人 当场爆发了肢体冲突 市场内穿白T恤的摊商员工 竟没戴口罩 甚至喝啤酒来 管理员上前规劝 但员工越讲越气 爆发肢体冲突 男子拿安全帽 朝管理员猛K 其他人赶紧把人拉开 气氛火爆 这里是台中建国市场 这个月一号上午 卖猪肉摊的联系员工 没戴口罩 遭管理员劝阻 却失控打人 现场一片混乱 在市场内抽烟吧 因为市场只有浸烟嘛 对啊那他就是 人在市场上抽烟 那你抽烟的时候 一定是没办法戴口罩 完全不单 还在管理员面前 还当场点烟 喝啤酒 管理员埋怨 灵性员工不止没戴口罩 还在上班期间抽烟喝酒 市府将会开罚 而是否吊销摊商执照 仍在演绎当中 疫情严峻 建国市场摊商 天天都得快筛 市府加送每摊两季快筛 共711摊都会领到 但防疫之余 竟爆发打人冲突 吓坏客人和摊商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